什么是真偶像 2021年大湾曲中秋电影音乐晚会 74岁的林子祥登场 瞬间高潮嗨翻全场 在著名的陈龙也笑得像个孩子 甜妞 钟正涛已经没有了表情管理 一起摇摆 慧英红重回少女时代 面露娇羞 姚晨能拍几张就拍几张 台上这老头可不常见 林子祥为何能够让群星疯狂呢 除了辈分高 还因为他是真巨星 年轻的朋友们可能不了解 为何那么多大腕巨星 能激动成这个样子 但作为公认的 香港乐坛最高音 林子祥一直在用实力 告诉萤幕前的大家 大魔王永远是大魔王 张学友还曾经在媒体面前表示 有林子祥在的地方 请不要叫他歌神 他从学生时期就开始创建乐队 1978年开始 推出乐语专辑 多次献唱影视歌曲 代表作《在水中央》 分分钟需要你 等等金曲 让他九次荣获金曲奖 1994年更荣获了 香港乐坛最高荣誉金针奖 但林子祥在乐坛的影响力和地位 并不完全来自于作品 更多的是 他为香港的娱乐圈发展 做出了很多的贡献 比如徐冠杰 叶倩文 罗文 徐晓凤 谭永林 张国荣 梅艳芳 温娜 张学友等等天王天后 都是被他发掘和提拔出来的 也因此 即使他现在不常出现在大众的视野 也依旧能够享誉盛名 并且被大家尊重 林子祥唱歌以元气充沛著称 标高音和唱绕蛇是他的最强项 这些特点在《南尔当自强》中 得到了完美体现 再加上黄飞红系列电影的热播 此歌成为了林子祥的标志 每次出场都要吊足精神的黑号 2005年 十大中文金曲奖颁奖典礼上 林子祥作为压轴嘉宾出来唱过这首 敢爱敢恨 主持人在他上台以后特意说了一句 请大家和阿林一起唱 结果他在台上狂摆手让大家上前 全场歌手愣是无一人敢出来合唱 后来林子祥好不容易找到了拿着话筒的陈奕迅 于是陈奕迅活成了自己歌里的样子 那年18母校舞会站着如漏漏 永祥儿手里拿着麦 但是就是不唱 古俊基接过话筒 声音基本被盖住了 唱了个寂寞 这唱歌这一幕啊 也成为了乐坛的名场面之音 曾看过林子祥的一段采访 面对记者发问 他很像一个老凡尔赛 我不喜欢得奖 不是谦虚 因为拿奖 让我觉得不太舒服 事实上林子祥把华语乐坛能够拿的奖都拿了 其中就包括香港乐坛最高荣誉金争奖 林子祥音乐上的成就斐然 影视表演的成绩呢也很亮眼 他和汪明泉搭档出演的 《不是冤家不去投》等剧 让他家喻呼啸 1983年还凭借电影《投奔怒海》 获得第二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男主角奖提名 在这些轮 孙姿燕已经成为过期艺人的时代 林子祥早已经是香港乐坛的在田之林 30年前 他身边是徐冠杰、罗文、珍宁 后来是张国荣、谭友林、梅艳芳 再后来是陈奕迅、古剧姬、荣祖儿 直到今天 他与TFBOYS、张杰、邓子祺同台 诠释着一个真正的歌手 该是什么模样 从林子祥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人的知名度 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降低 但他的经典作品 经历过时间的历练 能够绽放出更加持久的魅力 希望娱乐圈里面有更多这样的长青树 我想收音乐 好